在上个礼拜 美国有一个作家 出了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叫做 《罪恶杀人魔》 但是呢 这个作家就说到 我写这本书是有评有据的 因为我的老爸 就是黄道代杀人魔 什么 真的可能吗 这个作家的父亲 居然是美国半个世纪之前 恐怖的杀人魔 45年了 这个案子到现在没有破过 但是就在上个礼拜 这个人叫做斯蒂威娃 他说 他有证据显示 这个罪恶杀人魔 黄道代杀手 就是他的父亲 他根据什么呢 他自己讲自己父亲是杀手 对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知道这个杀手的名字 他根据当时警察 人家画出来的话 你说这幅画像 对 你说以这幅画像 1969年 等一下 你说这幅画像 但是你看这个人 你说像不像 真的很像啊 你比一比看 两个眼神 最重要的是眼神 跟这个眉毛的部分 你是说眼神跟眉毛的部分 看起来真的是有点神似哦 对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让人注意呢 因为在1969年的时候 1969年的 1969年的时候 这个人 他犯了案以后 他宣称 他总共杀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杀了多少 37个 什么 你一个杀人魔 他杀了37个人啊 对 这么凶残 警察讲 他们证实的人 只有几个 四个男的 三个女的 但也有七个人 也有七个人 可是为什么 这样引起注意呢 因为 他有四大特点 第一个 他每次犯完案以后 他会写信给警察 消遣他们 你意思说犯了案 他不是逃掉 他反而写信给警察 告诉警察说 我杀了做的人 杀杀的人 做了这个样的案子 你们太没有能力了 太无能了 但美国警方 都没办法破吗 没有办法 第二个 他杀了人以后 他还写信给媒体 他跟媒体怎么讲 你要公布我的杀人经过 他 把他在什么时候杀人 然后杀的人 穿什么衣服 他用了 用了多少子弹 用了几把枪 用了什么枪 然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他描述的清清楚楚 你说他具细迷的 把他描述出来给媒体 给媒体 让媒体知道 而且他要求媒体 你必须在头版 给我登出来 如果不登出来 他怎么办 他说 我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 我会杀害一个独行人 一直连杀12个为止 这么狠 对 所以他的绰号叫黄道宫 黄道 那个皇帝里面有12个宫 12个宫 所以他说杀12个人为止 第三个特点 是他在每一个里面 附一封密 密码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说408组 他说 这个密码里面 有最重要的是什么 可是这个密码 还真的没办法破解 你看这么复杂 密密麻麻的 对 他说这里面有我的真实身份 隐藏在这里面 对 他说真实身份 而且 这个密码是按照天文学来的 所以黄道12宫的原因 就由这样子来的 而且 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1969年的8月1号 旧金山三大报纸 纪事报 先驱报 时机 先驱报 还有一个叫做旧金山审查报 同时接到这个信 接到这个信以后 然后他在里面 特别讲什么呢 他特别在里面讲了 描述了 他所杀人的 杀的人 而且 还有 还有他的 还有他的衣服 他描写这么详细 他就是故意要让所有媒体知道 让所有媒体登出来 他犯了这些案件 对 而且这次 他把这个 这个布啊 沾油血迹的布 捡了一份附上去 你就要证明说 是他做的 是他做的 所以你看看 引起那种社会多大的震撼 然后另外呢 他到了10月11号的时候 他杀了一个29岁的司机 这就是这个司机 杀完了以后的 所以这件事 会被公布出来的衣服 对 公布出来的衣服 证明他能干 而且 他怎么 他跟 他怎么写呢 你知道 他说 我在杀完这个人以后 我大光明正大的走出来 两个警察来办案的警察 迎着我的面过 你意思说 刚好就这样擦身而过 但是正面擦身 他这个凶手 他反而心里面 不会感到畏惧 他看到两个没过警察 他也不会觉得害怕 对 这么嚣张啊 所以这就是让警察 特别吐血 气到不成的原因 可是呢 他那个密码破了没有 联邦调查局 当然把这个 市委首要的案件 对 从头到尾 是翻译出两句话 等一下 从头发为止 翻译出两句 那不是这歹徒 绝顶聪明 就是那联邦调查局 能力不足啊 谁晓得 那个密码怎么去翻 他翻译出了两个句是什么 什么意思 他说 而且他有乐趣 他里面翻译出来 只有这样子的字句而已哦 他们怎么个去评仇 怎么个评仇 评仇到最后 只查出这两个句 可是生过了这么四十 五十年下来 到现在这个黄道弹案件 还没有办法破案啊 事情全案 半个世纪了 没有办法破 我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 你说今天美国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 当然了不起 对不对 可是这样来没有办法